如果今天國民黨能夠有漂亮的初選過程 侯友宜的那個長照 郭台銘的對科技的理解 你想要奪權要先彎下腰 柯文哲出錢給我 我也去參加他的活動 然後剛剛講那個侯友宜跟郭台銘嘛 我覺得兩個都幫是ok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都有可能被提名嘛 然後我只要不要幫他們的方式 不是幫他們去攻擊對手 我覺得是這樣 就幫他們變好 這良性競爭 我跟你講我的立場很簡單 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被郭台銘收買 我說不是 是因為現在郭台銘有活動 我的專長就是活動演講 有我可以發揮的地方我當然去啊 問題是侯友宜現在沒有活動啊 我認為這場選舉要精彩 反律陣營希望能夠打出一個新天新地來 讓大家覺得說 哇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耶 我是選民這些人竟然為了我的這個選票 那麼努力 這種東西才對位 所以我還是講坦白一點啊 這個柯文哲出錢給我 我也去參加他的活動 但問題是最近民眾黨好像看我 我想要修理我 但我也不反對 如果今天國民黨能夠有一個漂亮的 現在好像沒有初選 但是我個人是支持初選的 有個漂亮的初選過程 就是讓大家更有機會看到這個人 譬如說更有機會看到 侯友宜的那個長照跟那個 誘託政策 讚 或是更有機會看到 郭台銘的 這個對科技的理解 然後對於台灣現在方案的解決 讚 然後更棒的就是那塔利班就攻擊他們兩個 攻擊攻擊 就一路把那個氣氛炒熱起來 一個棒球賽就是要打到雙方 你來我往 你來我往 這才刺激好不好 你就讓他出來 你就讓他嗆聲 你就讓他被人嗆 這才是一個好的邏輯 我的想法很簡單 不入修羅場 焉得金剛聲 你不一路經過初選的考驗挑戰 嗚嗚嗚嗚嗚 沒有精彩的地方 人家為什麼要選你 只因為國民黨說那就他了 這感覺不對啊 你想要奪權 要先彎下腰 否則你憑什麼讓人民的那一票遞給你